大家好 我是皮亞 在新的一年中 大家又有什麼理想 什麼夢想想實現呢 講到夢想 人人都會兩隻眼睛發青光 因為一世人難不共熱血 拍電影是一種夢想 做音樂也是很多人的夢想 唱粵曲 做大戲也是夢想 MovieMovie在今個月選映了四部關於追求夢想的紀錄片 和大家一齊看看 活地亞論和攝影師李平斌如何達成他們的夢想 另外又會看到一個音樂天才的音樂路 還有兩個香港少年的錢彈路 好好看 攝影李平斌的鏡頭 特點是自然 用自然光 很自然地動 跟著大自然地走 鏡頭就好像行雲如流水一樣 乘著光影旅行這部紀錄片 反過來 用鏡頭來記錄李平斌 鏡頭之下的李平斌 一向都是怕害羞 但是粗豪的外表 原來有溫柔的心 影片就講到她的電影 講到侯孝賢 講到她媽媽 真的很優美 很感動 活地亞論人生片導演 就揭開了很多關於活地亞論鮮為人知的秘密 例如到了今時今日 活地亞論寫劇本仍然都是用紙和筆 她從來都不用email 她那些無窮無盡的創意 除了在她的腦裏之外 就是寫在那些一筆筆的字條上面 藏在櫃桶底 床底 這部戲可能是活地亞論 肯接受訪問的最後一部紀錄片 《乾彈路》是一部製作費很少的香港獨立製作 但就拍出了兩個少年 從很小就最深粵劇文化的心路歷程 他們不單喜歡看 更加喜歡做 他們都是反串的花彈 還扮得似模似樣 他們雖然有夢想 但是都一起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人是會成長的 長大了 還可以怎樣繼續做下去呢? 這部紀錄片有趣之餘 亦都很發人心醒 敢去發夢 然後努力追求 其實並不是遙不可及的事 不是每次好像紀錄片 音樂人生裡面的天才才可以玩音樂 只要的起心肝 助言起行 就可以了